乌干达科学家日前研究发现 极端高温天气和干旱等因素 可能会导致非洲大猩猩的生活习性发生改变 而这也可能影响它们的健康状况和种群繁衍 在这项研究中 科学家观察了生活在乌干达布恩迪国家森林公园 以及卢旺达维隆加山脉中 约1000多只野生大猩猩的习性 通常来说 大猩猩的饮食中有90%是植物和水果 这可以为它们提供充足的水分 但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增加 大猩猩的食物结构被迫改变 迫使它们不得不迁往水源更充足的区域生活 当干旱持续太久时 它们的某些食物会消失 诸如洪水等极端情况也会影响它们的行为 因此 这会促使这些山地大猩猩 将自己限制在某些特定的栖息地 以保护自己免受极端天气的影响 此外 饮食结构的改变 也会威胁大猩猩的健康状况 继而影响整个种群的繁衍 在极端天气下 这些动物可以维持基本生存 但是它们的食物仅能维持活到第二天 因此 它们没有多余的能量来进行繁殖 这是维持平的能量